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不相信我 你就是个爱操心的秘密 什么事都要往自己身上玩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前 试试帮尹章做主 他就真的幸福了 你今天也早点休息啊 明天你就别去店里了 店里有我和尹章还有小翠呢 那不行 店里好不容易才重新开业 我不去会天下大乱的 我没事 我已经好了 三娘 我们就那么不值得你相信吗 不是 三娘 我只是 我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说 你是我见过最要强的人 什么事都要操心 什么事都靠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这店我和尹章也有份 我刚嫁进傅家的时候 我是开过十点的 怎么 这店我和尹章一天都看不住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只能做那个 是 没错就是这样的硬生虫 就每天跟在你屁股后腾 我不是 三娘 你不是不相信我 你就是个爱操心的秘密 什么事都要往自己身上来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前 试试帮尹章做主 她就真的幸福了 还有今天这事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就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 你有没有想过我跟尹章 我们也会担心 会难过 会害怕你出事 你跟顾千帆的事 你不想说我就不问 那柴方的事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就多说几句 我知道 附近贵她以前 我就是因为我讲话难听 三娘对不起 我 我明白了 我原来一直说 紧张 别自卑 但其实我自己就是瞧不起我自己 因为前期的身份 因为前期的身份 我老婆也看不上我 所以我就 什么事情都想做好 什么事情 我都想在自己手里 都想在自己手里 好了 你别哭了 咱们俩都是过命的交情 有什么事说清楚了就好了 你今天好好休息 你就试一试啊 你看你明天不去店里 天会不会抬下来 好 不许哭了啊 嗯 我看你 我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